也好 欢迎收看5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行政院通过零四零灾震灾布园重建方案 4号上午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到花莲主持 震后重建专案会议 有公共业者当面诚情认为说 这个观光补助是不是只能够针对花莲 郑文灿表示15.84亿元都是用在补贴花莲观光 其他县市是没有的 也会讨论申请窗口 并且提前在6月1号就要启动旅游补贴 零四零三地震重创花莲观光 行政院推出的正新观光方案 一并纳入台东 并且7月1号才要开始 引起花莲反弹 旅游业者趁着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来花莲 与县政府举办联席会议提出陈情 观光署公布将台东纳入这个补助的限制之后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 因为台东没有任何栽损 很多旅客在相同有补助的情况之下 一定会往台东 去往台东来做旅游 那这个我们在前天协会这边也做出 针对全台湾所有的旅行社做出民调的部分 确实有70%以上的民众跟旅行社 是希望把团带到台东去 因为台东没有任何的假损 而且花莲现在还在持续的余生当中 这一点是我们业者一直很担心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补助款是留在花莲的部分 新建院副院长郑文灿 当场拿出重建方案向县长许正卫承诺 0403正在复原重建方案里 振兴观光的部分包括旅游补贴 农油券等方案都会提前到6月1号开始实施 共15.84亿 0403复原重建方案 那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这个是总经费是15亿8400万 那其中呢旅宿业的融资保证有1.2亿 那这个旅游的振兴包括团客有1.5亿 那自由行有8亿1500万 那另外台铁的观光列车 有保留了5000万 另外国际观光客的包机 境外旅客的包机 我们保留一部分的钱 那也包括像这个观光巴士 跟台湾好行 我们要做补贴 那务必要让他们能够来到花莲 另外我也请农业部文化部 以及原民会分别提出了文化币 这个买一送一 那有2000万的补贴 那农流的部分跟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 有1.83亿的农游的方案 那部落旅游也要加强 所以15.84亿都会用在花莲 这个旅游振兴的时间 我们跟花莲县政府会用最快的速度来确定 那原则上假如这个核销的作业跟办法 可以很快的确定的话 我们希望6月1号就开始 不会到7月或8月 曾文燦也强调 中央部会聚焦在花莲 就是希望能够以迅速行动力来力挺花莲 用同理心帮助灾区跟灾民 迅速的完成复原 并且希望能够振兴花莲的产业 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